本節目由蘋果倉庫自己贊助自己播出 大家好 我是安生 今天要來講的遊戲是已經上市滿一週年 最近也要準備推出 導演剪輯版的對馬戰鬼 影片內容以假設我要推薦這個遊戲給朋友 我要怎麼在不爆雷的情況下 讓他們搞懂這個遊戲到底在玩什麼 也藉此讓他們評估看看自己會不會喜歡 內容會提到一兩個支線的劇情 不過在提到之前我會在稍作警告 所以不用緊張 請安心看下去 順便提一下 從這個影片開始 我都要先表示一下自己遊玩的進度 譬如說玩了一輪還是已經玩到白金 畢竟我覺得看到太多人玩兩三個小時 就開始寫遊戲評論 實在是一個非常狗屁不通的歪風 以下是我拿了白金之後 又做了很多功課才寫出來的心得 不過這個遊戲其實拿白金很簡單 看比例高達13%就知道 內容會從劇本 視覺 玩法 還有開放世界的四個部分 讓你來搞懂對馬戰鬼到底在玩什麼 那我們就開始 原本剛看到這個遊戲的名稱對馬戰鬼 還以為是類似對牛彈琴的語句結構 想說這是一個武士看著馬跟鬼打架嗎 結果原來是對馬島上一個被封為戰鬼的故事 這個背景設定是改編至1274年的元日戰爭 遊玩的體驗給我的感受 非常接近閱讀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的感覺 畢竟也都是和遭受蒙古人入侵有關 也都是從非常貼近老百姓的角度來描述一場戰爭 有國魄家王也有熱血的抵抗 我個人是覺得這種基於史實改編的作品 都有一種非常獨特的魅力 畢竟是歷史又是實際存在的地方 世界觀非常完整扎實 偶爾又會出現這種課本裡提到的事情 讓你會在電視前面變成李奧納多 前面提到用老百姓角度描寫戰爭 轉換到遊戲裡大致可以對上的 就是所謂的支線劇情 在遊戲裡每次展開一條支線 都會先經歷一段疑似感十足的開場 上面寫著福士草三個字 所謂福士指的是大千世界 也就是縣世 人間 草是草子 紀錄的意思 福士草子又被稱為福士草子 或是福士本 是江戶時代文學的一種形式 主要內容就是描寫庶民生活 用在遊戲裡搭配極有詩意的畫面 作為支線的標題實在是太有意境了 這些支線的內容也確實很大比例 都是在描寫小老百姓 在戰爭摧殘之下的故事 大部分的劇本品質都讓人回味無窮 這邊我舉個印象比較深的例子 如果還沒玩過遊戲 想保留自己體驗的話 可以跳過一分鐘 故事發生在一個被你成功驅逐了蒙古人的小村莊 在河邊遇到一個叫做早季的農婦 告訴你他家人都被搶到殺光了 跟著線索和腳印追蹤到了強盜窩 殺光他們之後沒想到另外一個農婦 跟你說早季是自己愛上了盜賊頭子 被利用之後連糧食都被搶走又被拋棄 只是想利用主角幫忙殺人報仇 回去要找早季算帳的時候 結果發現一堆村民聚集在河邊 原來是早季已經因為愧疚而跳河自盡了 雖然並不是每個都如此精彩或是反轉驚人 當中甚至有一部分其實說穿的 都只是哪裡發生什麼狗屁事 要你去幹掉一窩蒙古人或是強盜 這種幾乎重複的內容 但以我全支線解完的體驗 覺得大部分都是值得看看劇情的 全部解完我也不至於感到厭煩 再來說說主線 光是從這個主角的名字叫做近景人 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設定 當開始推主線的時候 類似於前面提到的浮世草 也會有一段過場來表示主線 而這個過場的標題則稱為人之道 這個人之道指的不只是主角近景人的人生道路 也是在探討類似人意道德裡的人的求道過程 有非常高比例的劇情都是在探討 到底該遵循主角從小被教育的武士道精神 還是該不擇手段對付蒙古人 來奪回自己人民的自由 還有被侵略的疆土 順便提一下 我猜對馬戰鬼原本應該有個類似善惡質的系統 可以讓玩家選擇兩條路線 一個是不擇手段的戰鬼路線 另一個則是堅守武士道精神的人意路線 原因是與很多NPC之間的對話 都很明顯是在這兩者之間做抉擇 殺敵的方式也明顯有偏向忍者的偷偷摸摸暗殺路線 還有光明正大衝過去對峙的武士路線 或許原本還有不同的劇情走向或是結局吧 但可能是工作量實在太大被砍掉了 有點可惜 說到武士道精神 不得不拿隻狼出來對比一下 雖然隻狼設定上是一個忍者 但其實整套戰鬥系統卻是這樣的體驗 教你什麼是武士道精神 簡單來說 遇到大部分的敵人 特別是魔王 遊戲機制都是鼓勵玩家面對逆境而不動搖 也就是要臨危不亂不破壞戰鬥的節奏 若貪刀就很容易被對方攻擊 也是在教玩家克擊 而近警人是武士世家出身的 故事裡是在糾結於是否要用比較接近忍者的方式 對抗蒙古人 例如遊戲一開始看糾結於是否要跟強盜盜賊一樣 用暗殺的手段 認為偷襲毫無榮譽可言 直接衝出去大喊要跟蒙古人對幹 故事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糾結於人是否可以打破傳統 用一些以前自己絕對不允許的戰鬥方式來保護家園 這個不擇手段殺敵的過程也漸漸在百姓和敵人之間傳開 從武士漸漸偏離成為令人聞風喪膽的戰鬼 再來說說視覺方面 遊戲一開始就看到一個令我非常感興趣的選項 黑澤模式 雖然沒寫出黑澤民三個字 但很明顯一點下去就知道這絕對是在指黑澤民 開啟之後整個遊戲都可以使用這樣黑白老電影風格的模式來遊玩 無論是在大自然的環境 還是村莊裡面的閒逛 又或是和敵人對峙決鬥 真的都會變成一種截然不同的味道 寫這邊之前我還特地先去iTunes購買的七五四看一遍 如果對這個遊戲有興趣 那我也非常推薦可以去iTunes購買一下才150塊而已 雖然已經是將近70年前的電影 但整個節奏 鏡頭說故事的方式真的是無可挑剔 看過之後我更肯定這個團隊一定也是花了非常多時間在調整黑澤模式 很明顯感受到團隊對日本文化的各種熱愛還有尊重 前面提過主線支線開始的時候都有一小段儀式感十足的過場 這個儀式感不只是在這個小小的方面而已 遊戲甚至有個操作就是拿來鞠躬的 地圖上也有一些小牌子 造作的會有一些小彩蛋 村民看到你一個武士大人的時候也都會鞠躬盡禮 再例如遊戲偶爾在風景優美的地方看到一塊坐墊 靠近了就可以寫牌具 主角會把武士刀小心一一拿下來 以示對武器的尊重 接著畫面出現省思並且要你看著大自然環境選擇語句 最後變成一段詩記錄在頭戴上 增加HP最大值的過程也有點類似 地圖上偶爾會遇到溫泉 玩家選擇了要省思的內容之後會開始碎碎唸幾句 而且第一次遇到的時候也都有合理的解釋 寫牌具是為了安定心神 泡溫泉是為了恢復疲憊的身體 一切都是為了讓自己做足準備對抗蒙古人 不會像王國王子釣魚記一樣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會在乎這種遊戲機制 還有背景合理解釋的細節 我自己是覺得對於融入遊戲的故事背景 還有氛圍很加分 遊戲裡某些比較重要的決鬥也是史詩感十足 一定會先跑一段像西部牛仔要決鬥的那種片段 無論身邊原本是什麼紛紛擾擾的亂世烽火 都會突然專注於面前要跟你一對一決鬥的敵人 就像開車下著大雨突然進入到隧道一樣 世界瞬間恢復寧靜 而且是無法跳過的 某些支線的內容是蒐集傳說中的厲害裝備 也會有一整大段誠意十足的水墨動畫 搭配說出人神秘兮兮的語氣來闡述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真的是很想在電視前面拍手 實在太讚了 另一個跟視覺有關 而且我覺得實在非常值得嘉講的是拍照模式 這大概是我目前玩過拍最多照片的遊戲了 感覺出來製作團隊裡面 一定有非常喜愛拍照的人特別在盯這個東西 基本的曝光對比對焦點以外 影響立體感的景深 會讓畫面壓縮或是更戲劇化的焦距 仿造古代影片質感的顆粒 落下楓葉或是魚鏡等等也都有 而且因為整個島上四季的景都有出現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甚至覺得比戰神還要耐拍 全破的50個小時時速裡面 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在拍照 真的就像去了一趟對馬島觀光一樣 喜愛拍照的話 也深深覺得撿到錢啊 再來說說開放世界這件事 如果你和我一樣 非常反感烏絲山 Cyberpunk 2077 或者是刺客教條 那種地圖一點開就是密密麻麻的恐怖畫面 那對馬戰鬼我認為密度拿捏算是恰到好處的 雖然地圖上仍然是用一個問號來引導玩家而已 並不像薩爾達礦野之習一樣 即使不看地圖也能一直發現有趣的東西 但大部分在地圖上探索的過程我都覺得是有趣的 一部分是因為支線主線 偶爾會遇到NPC要你陪他走一段路 或是騎馬逛逛聊天的過程 其實就已經會發現到一些順路或者不遠處的地標了 一部分則是因為遊戲引導的方式實在太酷了 遊戲裡並不會直接像前面提到的幾款遊戲一樣 給你畫好導航的一條線 而是以兩種相對抽象卻又很有意境的方式引導玩家 第一種是引路風 當你在地圖上設好目的地以後就會刮起陣風 只要跟著風走就能找到目的地 過程自然而且又只會提供直線的方向 所以路途又有可能會遇到偶爾需要小繞路而有其他的收穫 而且事實上蒙古人侵略失敗的一個原因也跟颱風有關 這種給人的感覺像是大自然靈命之中有神靈安排一切的玩法 也對應了日本神道的梵靈信仰 玩家在前往目的地的過程有可能會發現狐狸窩或是蒙古人的營地 這個狐狸窩也是我非常喜歡的設計 遊戲裡如果遇到狐狸窩 就會有一隻狐狸在那邊等著帶領你去找到附近的稻荷神社 不但有著濃濃的日本味 參拜稻荷神社也會得到各種加成素質或是能力的護符 也有點550B的呼應 第二種指引方式是在地圖上閒晃的時候偶爾會遇到金色的小鳥 附近有東西等著玩家去發現 像是可以改變武器外觀的榮耀之助 而且找到可以制定這些武器外觀的設計都是頗為用心的 也可能找到的是一個可以開始一條支線的NPC 又或者是一個蒙古人的營地 收復蒙古人營地的過程有些只要把敵人清掉就好 有些則要保護被抓去當人質的農民安全 這部分雖然和某些支線一樣 其實有點容易感到單調 畢竟說穿的就是各種理由去幹掉敵人而已 但若是收復被佔領的村莊 該村落之後就會有居民搬入 而且過場很有黑則民的氛圍 在大地圖上慢慢把散落在對馬島上的蒙古領地收回 實在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到療癒的過程 再來是玩法 前面洋洋沙沙講了一大堆都是正面的評價 但其實這個遊戲的玩法並沒有什麼太特別突出的地方 戰鬥方面即使是打魔王也難度不高 機制上實在是不太有什麼吸引人值得反覆遊玩的點 不過動作設計在視覺上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喜歡 跟智昂的行雲流水完全不一樣 那種一招一試有點硬 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呆板的動作 實在是很有時代劇那種感覺 隨著後期解鎖越來越多的戰鬼武器 更是完全可以虐殺蒙古人 所以如果是非常愛反覆戰鬥 挑戰自我的玩家 可能會覺得戰鬥略顯無聊 再來是神社 遊戲裡有著比較大的神社散落在地圖各處 獎勵通常是比狐狸帶你去的稻荷神社更好的護符 但這個過程實在是 啊 無聊 除了無聊我想不到怎麼形容了 不用期待有像曠野之奇的神廟那樣精妙的設計 對馬戰鬼裡面的神社幾乎就是規定好的一條路 沒有其他選項 不用思考 不會迷路的單行道 都是爬爬石頭順著蹦蹦跳跳就可以抵達 幸好神社的位置和風景很明顯都是精心安排過的 最後抵達的時候會像現實世界真的爬上山頂一樣 有一種豁然開朗的舒爽 幾乎每個神社我也都有拍照留念一下 哦對了 很多支線尋找線索的過程也是一樣的無聊 有一大堆支線都是先找腳印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令人痛苦的設計 不但肉眼就清晰可見腳印的位置 還常常要一個一個蹲在地上碎碎念兩句才可以繼續推劇情 這個方面真的是對體驗蠻扣分的 這遊戲我認為兩大優點發揮得很棒 一個是視覺方面真的就是美 不論是過場的儀式感還是在大地圖上拍照顯掛 真的就是處處都很漂亮 另一個則是劇本寫得很棒 不過演出的品質有點參差不齊就是了 偶爾你會感覺出來演員表情捕捉得非常到位 有時候就會像玩沙漠系列一樣 好像每個人都是沒領到錢的業餘臨時演員一樣面無表情 只想顧著念完台詞就趕快去領便當 除了這兩點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什麼超級特別突出厲害的點了 戰鬥嘛不到無聊痛苦 但也不會想特別找人去戰鬥 神廟嘛雖然漂亮 但探索過程讓人無聊到想按快轉 任務嘛任務很棒 但過程又不是找腳印就是殺人 開放世界嘛不到令人反感 但也不像曠野之息那樣 打開逛逛現實世界就會天亮 聽起來很糟糕 但我又完全不覺得過程有什麼太大玩不下去的地方 甚至還可以說是非常喜歡 喜歡到玩完之後覺得白金了都還是會打開來閒掛 想把地圖上每個角落都逛一遍 所以總結來說 如果你著重的是一個好劇本 一個營造完整世界觀 或者是喜歡騎著馬到處拍照到處逛 也喜歡黑澤民武士題材的電影 或是想體驗射雕英雄之戰那種國破家王的故事 那這個遊戲你應該也會非常喜歡 如果你是希望能像隻狼那樣 戰鬥機子好到可以讓你玩八輪都玩不膩 或是曠野之息那樣打開就停不下來的開放世界 那這個遊戲可能會稍嫌覺得不夠有趣 總之就是一個各方面表現都比別人好一點 但又好像都沒有好到極致 過程體驗卻又很舒服很順暢的參與了一個好故事 綜合來說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接下來導演版的一騎島之戰 我也會立刻買來遊玩的 歡迎點這裡繼續看下去 感謝你花時間看到這邊 我是安生 下個遊戲見 超級發展見 是 microbi째注的